開車幫幫忙 大家好 我是沈蕙蘭 很多車主都把自己的車 當作小老婆一樣在細心呵護 就是希望你的車能夠像新車一樣光鮮亮麗 那到底什麼是車體鍍膜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好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美容職人Gym 大家好 我是Gym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到底什麼是車體鍍膜 車體鍍膜因為肉眼看不出來 那它的優缺點到底是什麼呢 車體鍍膜其實最大的好處之一 就是當然是讓你的車子就是飄飄飄亮亮 就是無可厚非的嘛 再來就是平常真的好清潔 那缺點的話它會隨著時間 還有因為你自己去清洗 它一定都會再產生一些細紋 好 那所以就是說應該說 車體鍍膜來講的話 它的最大優點就是你剛剛講的好清潔 然後光澤度會變好對不對 那但是它可以維持多久呢 一般來說基本在做車體鍍膜這一塊 基本上都是一年起跳 一年左右 那它的一次費用多少錢 一次費用大概在兩萬塊 兩萬塊左右 好 那再來就是 是不是所有的車輛 比方說像我的車可能已經十年了 那也有新車 那到底新車跟舊車這種老車 所有的車輛都適合做車體鍍膜嗎 當然啦 只要你的漆面是都在上渴的程度下 其實都是可以做整理的 因為車體鍍膜取決於是前端漆面做平整的拋光 那就是讓它恢復原來的光澤度 那如果說像是車體鍍膜來講的話 我做完鍍膜以後我該怎麼樣保養 要注意什麼 其實做完的車子啊 我們真的 真的非常著重的一件事就是清潔 清潔 對 就是要去清潔它 並不是說做完以後就天下無敵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而是還是需要去照顧它 就是平常就是洗洗它 這就沒有問題的 然後盡量用中性的藥劑去清洗 有些人說 我有一些可能比較 比較強健啊 強酸之類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用 那當然可以用 可是那些必須要交由專業的店家去助理 那平常做完鍍膜車 其實你們大可以 就是自己去DIY去洗它 那去DIY洗它就是用中性的藥劑去洗 了解 也就是說你鍍膜完以後 你還是需要洗車 但是要注意用比較中性的這個藥劑 好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市面上很多這種 可以DIY鍍膜的產品 我想問一下 到底我們自己 車主 適不適合自己DIY鍍膜 如果要自己DIY鍍膜 除非你的環境 是真的說 我通風良好 還有我落成很少 那你的環境要非常優良的情況下 再去做 那要不然的話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專業的店家存在 而且再加上 你有沒有專業的機器 在做漆面整瓶拋光的動作 這並不是說一般的人 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了解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在鍍膜的前置作業 比方說像拋光或是清潔這個部分 如果自己車主沒有把握 能夠做得很好的話 那它鍍膜出來的效果可能就會有影響 那像鍍膜來講的話 像我們現在後面這台車就是有做過全車 對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它的整個光澤度 是比較有這種鏡面的感覺 對像一個磁器 是 對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它的防潑水效果 也是鍍膜比較強調的一個優點 對對對 那鍍膜為什麼要防潑水 就是因為我們要讓髒污比較不容易去沾上去 是 好 那就是說你剛提到鍍膜它的缺點 就是大概只能維持一年 而且它比較沒有防刮的一個功用 對對對 好那我知道 那這邊也要告訴大家 因為雖然說鍍膜是肉眼看不出來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鍍膜的話 可能要找一些信用比較良好的店家 比較不會有就是容易受騙上當的一個 比較專業的店家 對比較專業的店家 好那還有就是鍍膜完之後呢 自己也要注意清潔的部分 好那希望這一集的內容呢 有幫助到大家認識鍍膜 開車幫幫忙 我是沈慧蘭 還有我是Gin 謝謝大家掰掰